大家好,真不好意思啊 本來說要一起念書 結果這一放下去 過個年再 回來忙一些 報稅雜七雜八的事以後 家裡的事情之後 居然一拖可以拖至少四個月以上 真是很抱歉 但是如果對 讀這個Lost Book of Inky 我想講的這本書的內容的朋友 還是有興趣聽的話 我想我做的內容 應該會值得你 花一點時間來聽 然後來看看到底 Sumerian的紀錄 他留下了些什麼 那神這一族的人 這個Anunnaki這一族的 到底留下了什麼東西 好,我們就進來講 開始講這個書 那講這個書的第一個 我這個要系列之一 第一個部分要講的是這本書 開頭 那開頭是Introduction 那接下來是Attestation 這Attestation是誰寫的呢 是當年被神召去 為這個主Inky Lord Inky 做紀錄 留下這個紀錄 然後被後世找到 然後又被 謝琴先生把它換成 通俗的這個語言 英語 In this case 這個是英語 丟下來這個紀錄 那這個 當年四千多年前 被抓去出公差 的這位先生 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叫做Endubsar E-N-D-U-B-S-A-R 那他的title呢是 Master Scriber 他是Master Scribe 那個R是我加上去的 他是Master Scribe 他自稱了 那Master Scribe是什麼東西 在四千多年前的 《兩河流域》 《蘇美文明》裡面 那些有能力寫 那些謝琴字 或更早期文字的這些 人類裡面 被決選出來 屬於聰明伶俐的 這些男子 被選下來去學習 這個是等於是不一樣的 這個四字 這兩個字是很有意義的 我小時候 我那個時候還有很多 台灣還有很多 不是字的 老一輩的 那他們有時候 要寫個信啊 要幹嘛 他都要找鄰居 四字的人 來幫他帶筆 就幫他講 內容講 寫了 然後把信記錄去 也許跟他的家人啊 在台灣的另外一端的家人 或什麼聯繫 這樣 那這個Endubsar 這位先生 他是Master Scribe Master Scribe 是什麼 我相信他們有所謂的訓練學校 訓練這個老一輩 新一輩 他是屬於這裡面的 資深的教師 有在教 這個年輕的這一輩來 懂 怎麼來做 用蟹型文字來做紀錄 那這位先生 Endubsar這位先生 他自己自稱 他是 Son of Eridu Iridu就是Inki的封地 那Iridu也是 Anunnaki到地球波斯灣降落之後的地 建的第一個城市 那Iridu這個意思 這個字的意思是 Home Far Away 遠方的家 這很遠方的家 因為對這些從 Nibiru來的Anunnaki這一族 他們在地球上建立的家 就是Home Far Away 那他自稱是 Son of Eridu Faceful Servant of Lord Inki Iridu這個城 是屬於Inki的領地 所以 祖Inki的領地裡面的人類的子民 當然自稱是Servant Faceful Servant OK 寫下來是書的楓葉 那這本書的源頭出自 梁河流域出土的古學生文字 那作者 謝景先生在書中沒有交代 我上網查也查不出來 就說 這些刻印這些古代文字 泥板 我以前以為 一直以為都是泥板 我待會會解釋 我們看到內容後 會再解釋 目前狀況 收藏是誰收藏的 是哪個單位啊 這種各種重要的這些訊息 他在書裡沒有提 我在網上也查不出來 這任何的資料 就Lost Book of Inki 這個到底這些資料在哪裡 是哪個單位收藏 哪個博物館 哪個出名的研究 蘇美文明的學校單位 類似這樣 都沒有 那 所以他沒有在書中 對這些提供文物 供他研究的個人活單位 一般如果 你去 研究單位裡面借東西來看 你最後你的出書 你在上面都會提 感謝哪個單位 這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提到 所以我猜測這批文物書 一起 請先生的私人收藏 我相信他後來寫書寫到後面 開始賺錢 他70年代開始出書以後 這幾十年來 他都是暢銷書的作者 那在美國暢銷書的作者 是非常賺錢的 那每本書都可以賺 min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所以他後來累積了財富以後 我想如果有人跟他兜售這一批寶物 真的是寶物 用這種角度來看 他一定是肯花巨資把它買下來 因為他看得懂 他知道這個是什麼寶物 別人看不懂 這些東西是什麼 但是他看得懂 所以他就收下來了 那也許他輸的價錢就是比其他 願意出錢的博物館 他就把這些高 所以他收起來 那收起來他也不願意講 因為不想製造紛爭 所以這個是我的猜測 好 那這本書介紹 我introduction他是最前面 但是在introduction裡面 他的內容其實看完以後 我覺得我就不花時間在這上面 他有不少頁 他這本書的介紹introduction裡面講的 主要是描述 Sitchin先生之前對蘇美文明的研究 會議出版的知識 那因為這本書是比較後期出的書 他前面已經一系列的書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 introduction講這些 他介紹的文字裡呢 他使用第三人稱來稱呼 Mr.Sitchin 用第三人 我有畫紅線這個地方 By Zechariah Sitchin in his The Earth Chronicles series From the Bible, Tablets, Ancient Mas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居然他這段敘述 是用第三人稱來稱呼 Sitchin先生 這個顯得很生疏 而且在介紹文的結尾 我下面這個截圖 他介紹文結尾就這樣結束了 也沒有任何家著作 是某某人寫的啊什麼的 完全沒有 所以我認為Introduction是 是出版這本書的書商 找人來為這本書來做個Introduction 那 這個出版 出版商也沒有說特意的說要凸顯出 寫Introduction這個人的身份訂閱 所以就沒有 沒有在下面加註 那Introduction之後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Attestation 那這個是正詞 那這個正詞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就值得我們一頁一頁來看 所以Attestation就是 剛剛我講的 The Word of Indubsa 這個這位先生 他是Master Scribe Son of Eridu City 我現在講的是Attestation 下面這幾個英文字 接下來在中間的 Servant of the Lord Inky Gregar 偉大的神 Lord Inky是偉大的神 我現在看到這些書的內容 我都會先講右邊的中文字 然後我們再回頭來看 我畫 這個有underline 有畫線的這些內容 然後來對照 這個Attestation 是講在Evil Wind 邪惡的風 在大災難之後 七年兩個月 有十幾天的當天 這個字寫得很準 Introduction 被San Inky派遣的 兩名死者 帶到 主 就是Lord Inky 在Land of Magan Land of Magan在哪裡 這個我都會跟大家詳細的解釋 他的這個地方 在四十天日夜 四十天的這個時間裡面 四十日四十夜 他記錄一下主引起對他的談話 就講給他聽 我要你幫我講的話記錄下來 那最後他結束了這些紀錄 就是 就是這個 這本書的主要內容 那在最後結束的時候呢 那個主引起在 又又告訴他 你再多拿一個石板出來 多拿一塊板子出來 要Introduction也記錄 這一段過程 摘要 就是他們 一起 他跟主引起 一起 把這個完成這個摘要 做一個證詞 那Attestation就是這個部分的內容 好 那我們來看 右邊中文講 我們看左邊 左邊那個很粗的 紅線畫的地方就是 他的死者是怎麼出現呢 A whirlwind came out of the south 一陣旋風 Wallwind你會講是旋風 其實他不是旋風 它是個彗星器 從南邊出來 就是說 這個Introduction本人呢 他是那個時候是在野外 他是 他有幸逃過這個 Evilwind Evilwind是什麼 Evilwind就是 核爆以後的那個 那個輻射層 被風吹過來 那些層土啊 有輻射性的層土 被風吹過來 那這個Evilwind結束了 結束了蘇美文明 所以蘇美運在四千 出頭四千多年前 就從嘎人兒子 在南邊的所有這些城市 屬於這些神族的 主要居住的這些城市 不僅是Evilwind 很多這些城市 全部就被放棄了 因為都覆蓋了這個輻射的 就像現在日本湖島這邊 基本上就被放棄 他說A whirlwind came out of the south There was a reddish brilliance about it and it made no sounds 沒有聲音 而且很閃亮 有一點花紅的這個很亮的光 在這個這個灰行器 And as it reached the ground for stray feet spray out from its belly 他快到這個地面的時候 就從他的底部 肚子 就是灰行器的底部 肚子這個部分 四肢 直直的腳就出來了 直直的腳就出來了 直直的腳就撐在地上 and the brilliance disappear 然後那個 有一點紅色的亮光 就滅掉了 因為他已經不飛了 不飛行 所以他就停在地上 他這個 in depth 他看到 I threw myself to the ground 他自己看到這個景象 他就五體投地 拜倒在地上 prostrated myself 五體投地的拜倒在地上 因為I know that it was a divine vision 他看到了神的降臨 所以他五體投地的 他自己就拜倒在地上 所以就是說 好就簡單講 下面我就不多念 簡單講就是說 他就看到兩名使者 就出來了 站在他旁邊 然後就 就說跟他講說 Rawing King 召喚他去這個 有工作用給他做 然後就把他帶到的Land of Maggot 那Warwin呢 他就坐著 然後他有紀錄喔 他就怎麼上去呢 他是被這兩位 神差啊 死者 一左以右把他架著 上那個灰心器裡面 然後他在灰心器裡面 他居然可以看到 地上的土啊 水啊 還有山 這些他都看得到 那我們再看第二頁 一部分是怎麼回事呢 西奈半島跟石海的南端 有核爆 花生核爆 有七顆核彈 這我在前面的幾集裡面 都有提到 這個細節 神族自己的內鬥 都到最後 他們一派要去佔領 這個西奈半島上面的航天基地 那保護這個航天基地的 他們這一派神族的 就決定說 應該講 因六家族就決定說 要把他毀掉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其實也沒有再用西奈半島 他們大部分的四千多年前 都已經移到南美洲去作業 採進作業 所以已經在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毀掉 因為他們不願意讓這個 航天基地 落入這個 這個馬杜克 跟他兒子的 這個人類 他們召喚來的人類的這些兵 來佔領 攻佔這個西奈半島 所以他們決定 用以前帶到地球 第一次到地球降落 是誰呢 是阿拉魯 是那個會王阿拉魯 他來的時候 在他的那個 輝行器 宇航艦裡面 就帶有七顆核彈 那是被藏起來的 已經藏了幾十萬年 拿出來用 所以他們終於把這個 最後就是把西奈半島 我現在左邊這個地圖的 下面這個圖的左邊 畫圈圈這個地方 就是核爆的地方 西奈半島 剛剛今天建的三角形建 現在被夾在這個 揮州跟阿拉伯半島中間 然後那個石海的南端 就上面一點 就以色列的 境內石海的南邊這一帶 那這個核爆在 在這個創世紀裡面 也有提到 在舊約的創世紀也有提到 那這個風 被地中海吹過來 Meditaryan這個地中海的風 把它吹過來 往東邊 有點偏南這樣帶 再繼續四千多年前 你看我這邊有畫格子的 這個地方就是等於 蘇美文明南端 就是伊甸園這一帶的 神族的主要的 佔領的 他們居住的幾個 主要的這個城市 那 河城堡一過來 河爆的城一過來 滅了 他們這個地方 已經不適合居住了 人跟神 神也是肉體 他們沒辦法住 所以 所以大家都離開 OK 這個就是Evil Wind 他講的Evil Wind 邪惡的風 好 In the Dobs 看到什麼呢 他說他看到Wall Wind 你最上面這個 這個部分 你看到左邊有一個 好像兩個眼睛 黑黑的 這個是Sumerian Tablet 就是泥板裡面 他們有畫的 有留下來紀錄畫的 虛線是 就那個不清楚的 因為那個泥板有些有破損 所以你就看到他原來畫的 好像有兩隻腳 一直在後面 一直在前面 另外兩隻腳沒有畫出來 那虛線這個是誰加呢 這個是在 在那個 Sitchin先生的書裡 那他自己加上這個虛線 因為他看的內容 告訴他有四隻腳 所以他加上去 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 Sumerian Record 人類紀錄下來的是 這麼樣的一個形狀 的一個Wall Wind 就是一個彙星器 一個旋風彙星器 那這個旋風彙星器 在Sitchin先生的書裡 他 抱歉 在他的書裡 他也有拿來跟那個 跟那個 他有提到就是印度 印度裡面 後來不是在 魔鴻佐達羅裡面的傳說裡 也有講到神 搭著彙星器嗎 那就是右邊 圖138b的這個圖 那圖138a就是 原來的那個 書面文明留下來紀錄裡面的話的 那我下面下半部 這個地方有 我就提一個人 我想很多人大概都聽過這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叫Billy Meyer 他是個瑞士人 那他在 他是1937年生的 他的 Edward Albert Meyer 是他的名字 他是一個瑞士 住在瑞士 他們比較高的山區 這個 這位先生 那這位先生的傳奇 就是說 外星人常來找他 會跟他溝通 然後他就留下很多這個 這個 怎麼講 就是屬於 他就好像自己是一個先知一樣 就留下很多 他的 預言 他把自己放進去這樣 放到先知的去 這一系列的先知裡面 所以 在他的形容裡面呢 左邊這個圖 就是他看到 常常來拜訪他的 有一個外星的女子 他形容的樣子 他形容這個 灰性器的三隻腳 但是基本上就是 類似 World Wind的這個 這個 Description 就是說 他們下來穿的衣服也是很閃亮 非常閃亮的衣服 因為是一種保護衣 然後 這個灰性器本身也是閃閃花光 那腳是直接伸下來 那這個如果你有興趣 想知道誰是Billy Meyer 自己上網查 你就可以查到很多資料 他把自己 好玩的是 他把自己從這個 Judaeism Christianity 跟那個伊斯蘭教裡面的幾個 就是從 從最早的 Adapa這個系列 就是所謂的亞當 在舊約裡面記載的這個祖譜 人類祖先的祖譜裡面 那第一個被承認是 先知的是Enoch 那Enoch有留書的 The Book of Enoch 這又另外一回事 你從Enoch Elisha Isaiah Jeremiah 這樣一路下來 你就看舊約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所謂的先知 這樣 他把自己也放到裡頭了 那是比較好玩的 好 接下來The Land of Magan 在哪裡呢 在今天的阿拉伯林 和大共國的阿曼等國的國境附近 你看左邊這個圖 這個地方 這個Land of Magan 我用兩條紅線把它寫出來 所以你說他是在 他是這個Andapsa 他是在這個Smarion 兩個流域這裡 雖然他離開了 但是他還是在不遠的地方 他逃過這一劫 他沒有回到Iridu 他還是在附近 也許山上啊 也許附近的什麼荒地啊 大家等於是 那七年那是一定是不好過的啦 你原來居住的地方沒了 不敢回去了 有沒有種不出東西來 所以那日子一定不好過 他在那邊 出外他在幹嘛呢 他在撿乾材質 他撿乾材質要回去 一定是取火嘛 燒火嘛 就是這麼回事嘛 那燒火做吃的啊 或者是幹嘛這樣啊 所以他在撿乾材質的時候 在野外撿乾材質 就碰到這兩個 架著這個飛行器的石子下來 把它帶過來 那他有講到 剛剛你記得我有念的時候 講到他那個是從南方 他說他看到這個飛行器 是從南邊飛過來 真的就是南邊 因為The Lanomegan 是在Mesopotamian的南方 所以他是南邊這樣會上去的 然後他們把它架上這個 飛行器以後 就帶到這個 這個Lanomegan 那我在這個地方 我特別標起來 它有一個突出來的 有一個像半島型的 突出來的 那標起來這個地方 我把它拿到右邊 你來看右邊這個就是 Google的Map Google Map裡面 這個地方我標了一個紅點 大概就是這一帶 那這個地方我去過 這個地方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這個Dubai 還有這個阿曼 我去那邊玩過 所以我去過的地方 有留下一些黃色的標點 那這個地方是怎麼樣的一個景致呢 這個神Inki離開 他在這個 如果你看右邊這個圖 在Koweit的比較上方 出海口這一帶 這個就是Iridu的位置 他離開這個地方 這個河爸把他回了 把他離開這個地方 他就跑到 等於是波斯灣的出海口 這個半島這個地方來住 所以Indapsa是被帶到那裡去的 那這地方看起來像什麼樣子呢 他還特別有形容 文字裡有形容 on the island amidst the river of Magan where the sluices are 那邊有大水 很大的大水 他是在 on the island amidst the river of Magan 你如果看左邊這個圖 左邊這個是Google的圖 這個地方沒有很多河 沒有很多河道 但是它是因為 它是在海邊的一個半島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半島的最尖端 這個地方有個叫Hassab 這個地名 這個剛好這個點 我們那個時候坐郵輪 郵輪有停到這個 這個最尖端的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有意思的是什麼 他跟伊朗離最近 他等於跟伊朗 對面過去就是伊朗 那所以他們有一些 上茂的往來啊 雜七雜八 所以今天這個地方的水 應該也夠深 所以有個港 那我那個時候去玩的時候 就拍了一些照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地方的景致 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樣子 我相信這個千年來 大概也沒有說變化太多 不會說現在是荒地 以前是這個綠樹成蔭 應該不是 就是這麼樣一個荒涼的地方 但是它有很多水 所以應該就是在這一帶 它是被帶到這一帶來 好 接下來就看第二頁 第二頁它這個形容就說 它是到這個 到被帶到了這個神柱的地方 the great gods abode 這個神柱的地方 and they let me down on the island at the gateway of the great gods abode 所以它被帶到這個 這個主引起柱的地方 接下來做了什麼動作呢 我們先看右邊的中文字 它被全身消毒 而且它被麻醉 等被檢查通過沒有問題之後 才開始讓indapsa和主引起相處 其實它沒有真的相處 他們是隔離的 那它的主引起要告訴它的事情 都是透過擴印器 來跟它溝通下指令 這個在這個文章內容 你都可以看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 我有用紅色 用藍色 橘色 還有比較淡的這個 好像有點橘黃 這個比較淡的顏色 就是配合原來文字 英文文字的每個部分 所以你紅色的部分 就是告訴你 它是被全身消毒 而且麻醉 被檢查通過 也沒問題之後 它才讓它進行下一步 所以這個地方 它說 and the moment they let go of my hand 他們拿下來 放開它 a brilliance as I had never seen before 有個強很強的光 罩著它 engulf and overwhelm me 罩著它 而且它就被 knocked out overwhelm 它說 I collapsed on the ground as though voided of the spirit of life 好像它的靈魂 就離開了它身體 它就叫麻醉 就是被麻醉了 所以它整個就昏過去 好 再來看這個藍色這一段 好 那它這個簡單講 My life sense returned to me 當它蘇醒過來 I was in some kind of an enclosure 它是在一個好像是在一個就是被密室裡面 它說 它也不敢確定因為很暗 It was dark but there was also an aura 有一點亮光 好像一閃一閃 類似這樣微弱的光 Then my name was called again by the deepest voice 它突然聽到有個很深層的聲音在叫它的名字 And although I could hear it I could not tell when the voice came No could I see whoever it was that spoke And I say here I am 所以這個 你看完這個英文的形容 那很簡單嘛 我們可以理解就是用擴韻器 你在隔離的房間裡擴韻器 好跟你溝通 所以 所以它聽到有人叫它名字 聲音很低沉 可是它沒有辦法辨別聲音是哪裡來的 因為擴韻器的聲音有時候是比較會overwhelm 是讓你會 尤其在密室 你會辨別不清 到底擴韻器是擺在哪個位置 好 然後叫了它的名字 他很乖 因為它知道是在神的舉手 我在這裡 Here I am 我在這裡 就趕快舉手喊右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看橘色的這個 主音器在隔離市的角落 準備了要indapsa書寫的工具 這些工具呢 大大不同於人類習慣用來寫在泥巴 上面的要寫血型文字做紀錄的 這泥板上面的工具大大不同 我們來看他給他準備了什麼工具 I saw a place arranged like a scribal workplace 就是要書寫的這個工作桌 There were finely shaped stone upon the table 有一些看起來有些石塊 這個形狀被已經被修整了很好的石塊 放在這個桌子上 But I saw no clay tablet 他看到的不是泥板喔 也沒有看到container with clay 也沒有看到一般用泥板在寫紀錄 可能他們一般的習慣就是會在旁邊放一個像水桶 裡面放絲泥 所以你寫完一片 或者是你要做整修什麼的 你寫壞了你要擦掉 可能你就拿絲泥上面來抹一層抹上去 然後再重新寫 有可能他們的習慣是這樣 但是他看到了就是跟他習慣的這個工作方式不一樣 好 And there lay upon the table only one stylus 只有一個書寫的這個 這個stylus 就是像我們以前 昂照以前我們那些觸控瓶 我們都要拿一個筆來點有沒有 那個就是stylus And it glances in the groin as no real stylus ever did 看起來怪怪的啊 他不像他以前用過的這個蘆維草井 那個很粗的蘆維草井消下來的 他們在用習慣在用的這些 就是人類隨手可得的這些書寫工具 完全看起來不一樣 所以我們再繼續看 這個聲音就跟他講了 Indapsa son of Eridu city My faithful servant I am your lord inki 這個聲音就直接跟他講 我就是你的主神 inki 好 接下來我們在看畫線 我們在看畫線左邊的 他說 I am much distraught by what has befallen mankind by the great calamity And 他要他記錄這些 我要讓你記錄下來 他要let gods and men alike know that my hands are clean 他要寫這個紀錄 主要的用語就是說 你給我記下來 你把這些紀錄記下來 我要讓所有的知道 我的手 這不是我的手去做的 我的手是乾淨的 我沒有沾這個罪惡 這個evil win這件事 他這個地方下面的 我這些橘的淡橘黃色的畫的線 基本上是什麼 主因在大土苦水 他發洩心中不滿的情緒 畫夾子一開 他把過去跟未來都一起拿來講 講了一堆啦 我簡單唸一下他這個英文 This one seven years ago need not have happened 七年前這件事根本就沒有必要發生 所以他真的是充滿了憤怒 distraught it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I did all I could to prevent it but I failed 他說這個事情是可以被 可以避開的 這個可以 真的是可以避免它發生 我盡了我的能力去做 但是我還是失敗 神也會失敗 for at the end of the days a date of judgment there should be 接下來他就開始吐苦水了 所以就是我右邊寫的 他就把未來 過去跟未來就會 說 怎麼來就怎麼去 怎麼去就怎麼來 意思很簡單 就這樣 你可以如果看得懂英文 你可以花一點時間 把它讀一下 你可以pause 我這個進度 然後你把它讀完這樣 OK 我們來看下一頁 這邊就解釋囉 這個水草 他們是怎麼樣切成這個 水草樹形 斜切成這個三角錐狀 就像這邊 這邊這個是竹子 左上角這個圖是竹子 那他的書寫方式 是按壓的方式 壓下去 你就是一個三角錐的樣子嘛 然後你拉直線 可以拉粗的直線 可以拉細的 有些線是斜的 有些線是紅的horizontal 水平有些是90度的上下的 大拉直線的方式 書寫在楔形文字 在書寫在泥板上 那右下角這個圖呢 就是 就是The British Museum 他們會常常出一些小的飾品 那裡面就有教人家 怎麼去書寫 這個Sumerian的這個Scribe 這個就是Cuneiform 這個楔形文字 那這個螢幕的截屏 就是他們在教的時候 他們拿了一根 他們比較簡單 他拿的還是扁平的 他就想辦法用 用按壓捏拉線的方式來寫 這個蘇美文字 所以你看 你大概就瞭解 是怎麼回事這樣 這個你看 神為了教人類 他創造的這個文字 一開始當然是比較像型 那慢慢的發展 這個都是神教導給人類的 他就是讓你有一個系統性的東西 讓你能夠學習 能夠傳承 所以文字就是這樣來的 你看今天世界各國的文字都是 非常的複雜 從中文是最複雜 然後一路過去 這個羅馬方式的這些 還有西方的 還有甚至阿拉伯的 阿拉伯其實 阿拉伯跟這個中南半島 有些他們像馬來西亞 還是印尼他們用的這些文字 印度 印度這些文字 都還比較接近 原來洩選文字的 這個書寫的精神 這個精髓 雖然還是比較古老的 那到後面的這個 我們知道的ABCD 這個英文 或者甚至 中文是因為自己獨立發展出來一套 自己從這個象形文字 就慢慢獨立發展出來 因為中國說五千年嘛 所以五千年 神在五千八百年前把 地球決定把地球交給人類的時候 開始就把文字 還有知識各方面 就開始交給人類 所以 所以一開始你說中國的祖先 在中國大地上的祖先 五千多年前到大地上來 然後那個 這個原來的動機 可能除了早期的流浪的移民之外 比較大型的這個移民的規模 是在這個巴比倫塔的事件之後 那這個我在別的視頻也有講 所以中國這些被帶到 中國來被帶到遙遠東方中國來 這些這些部落部族 後來發展出來的中文 這個完全就跟西方不一樣 因為隔離 一個很遠就沒有共通了這樣 OK 那這個地方我 我特別抓了那個 Ouroboros 上面這個 Ouroboros 這個象徵的是什麼 自我生息不止的一個旋轉 就是怎麼開始怎麼結束 怎麼結束又怎麼開始 一個生 中文叫它 弦尾蛇 這個象徵在哪裡呢 在古代 在西漢之前 在中國的一些古書古記載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圖騰 那這個圖騰是怎麼來的 從伊朗那邊來的 伊朗的古文化 Girov那邊出土的一些古文化 在伊朗的南端 今天伊朗的南端 Girov那邊出土的一些古文明裡面 就有這些圖騰的象徵 那這個當然也是 從兩個流域那邊過來的 從蘇美文明那邊 一路往東 牽牽牽牽 牽到這邊來 那下面這個地方 比較大的圖 比較有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去看一些科幻電影 其實他們的這個 Initial的這些knowledge 也都是從這些古文明裡面 去抓出來的 那我這裡要講的 比較有意思的是Promethius Promethius 就是這部電影裡面 那這部電影裡面 第一集裡面不是有講到 他們在一個外地的星球 就發現一個一個宇航艦 那這個宇航艦裡面 有很多大量這種怪物的桶子 有沒有 有些就是那些原來的這個 好像是細菌啊 寄生蟲之類的 那些桶子被 不好意思 被那個地球來的這些 宇航員發現 然後後來他們就遭災嘛 因為那不小心就感染上了這樣 然後他們你看 他原來在那個星球上 找到了好像好大的一個地洞裡面 又有很大的空間 又發現那個 重控是 後來他們才了解到 那是一個揮行器 是在這張圖裡面 那隻小的 那隻小的 小的揮行器 它還要到母的 這個是後面後來的這個Promethius 墨集裡面 後來的這個大隻的這個揮行器 那這個大隻的揮行器 你看它的形象 他們設計這個電影的編劇啊 設計的 你覺得他還是用這種 鹹尾蛇 歐羅波羅斯這種概念 自我生氣不擇 為什麼 因為它這些揮行器的任務 它是造仿太陽系 雲和星系裡面的諸多星球 它創造跟毀滅 毀滅生命 它到不同的星球上去 它創造生命 然後它又可以放那些 那些那些怪物 宇宙怪物下來 把人類都吃了 把人類都毀了 即是在人類的身體裡面 把人類都毀滅生命 所以它也是一個 一個歐羅波羅斯的這個概念 前衛生的這個概念 OK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這一頁呢 是第三頁 然後這個它主要內容 這個畫紅線 我們先解釋一下 英文的部分 最上面畫紅線 我剛剛講的歐羅波羅斯 那個生生不息 就是 從一開始 他們到地球來 怎麼創造人類 然後最後 它講很多 主因體講很多 好 接下來我們就有這一頁的主題 那個主因體 它用四十天 四十日 夜來記錄它要講的話語 因為主因體在它的文中 它自己有提到 四十是在它地球 那個眾神的排序裡面 它是排四十 它這個是六十五十四十 三十二十十 它們是這樣一個排序 那地球上的總指揮官是誰呢 是英奇的弟弟 英奇不是狄章子 英奇的弟弟 英六 祖英六才是狄章子 所以它是六十 那他們在這個金字塔大戰之後 兩邊這個和平協議談完 引六這個家族回去 他就開始交代 那個是一萬多年前 你現在一萬多年前 他就交代說 要把兩河流域這一片的領地 的神權 他要交給他的第一章子 他的第一章子是 是月神星 所以月神星他的排序是五十 那英奇 主英奇又排在他後面 他雖然也是在兩個六億 但是他排在後面 他是四十 所以他說 我只要用四十天 他的排序 那這裡面有什麼玄機 用不了解 為什麼不能用三十天 為什麼不能用五十天 他一定用四十天 但是至少他講是這個原因 那這個就是在這個 藍色的這個 他說 For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shall I speak and you will write Forty is my sacred number among the gods And you should neither eat nor drink 這個又重點了 在這四十天裡面 你不能吃也不能喝 不吃不喝四十天 人類受得了嗎 不用怕 神有為他準備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綠色了 Andapsa吃了神族準備的麵餅 麵餅跟水 他吃這一餐 可以剩下四十天 可以開始工作 工作四十天 也不會飢餓 也不會口渴 這個厲害 這個就是當年 Adapa上 Nibiru星球 Adapa是被帶去 被參觀 被神族 被Anunnaki來參觀他 那個時候很神奇 怎麼地球就冒出智人來了 當然這個有原因 你們去看神造人 我以前留下的那些視頻 就會講得比較仔細 Adapa被帶上去參觀 他也順便有姓 他是人類屬人 他是等於是這個 克羅馬龍人的祖先 第一個 智人 克羅馬龍人 被帶到這個Nibiru上面去 他去那邊逛逛 他去那邊看了 走了一趟也看了 可是他去之前呢 這個 他是誰的血脈 他是Inki跟人類的 跟黑頭人類女子所生的 那主Inki就交代這個Adapa 你上去以後不准吃上面的食物 也不准喝上面的水 他不願意讓他長壽 所以吃這一餐 這個是神仙的食物 所以他40天可以連續工作 不用再吃 這也很神奇 我們來看他英文怎麼寫 他說這個Voice 就告訴他40天 我有準備麵包、麵餅跟水 你可以吃這些 You should partake 你可以吃 他會sustain you for the duration of your task 在你工作的這段時間 你就可以維持你的生命 沒有問題 and the voice passed and all at once there appear in a groin in another part of the enclosure 在那個密室裡面的另外一端 就燈就亮了 有個化光的地方 and I rose up there too 我站起來往那邊走 and there was bread on the plate and water in the cup 在那個地方就看到 有麵餅跟水 杯子流水 碟子上有麵餅 所以他就 這個就是給他吃的 and Lauren Keith spoke up again sand eat the bread, drink the water and be sustained for 40 days and 40 nights 厲害喔 40天可以不要吃 如果誰有幸 有這個經驗可以吃到神仙的食物 說讓你不 這個肚子裡面不會飢餓 然後可以工作 那這個這個 有啦 好像中國古代有些 道家修道的也可以長期的不知不合 印度好像有些 佛陀修道的好像也有這個能耐喔 那印度教的奇人 好像現在也出現有一些這個能耐 還有誰呢 還有喜馬來亞山 這個西藏的這個高僧 這個 這個藏傳佛教裡面 這個西藏的這些高僧 他們在 在閉關的時候好像也這麽厲害喔 可是我們這個 臺灣的道教閉關 你還是要吃喔 還是要喝水 還是這個 好像水果 我好像有水果吧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因為我沒有去 這方面我沒有多查 但是至少是這麽回事 好啦 所以他就 他吃了以後 然後這個綠色他就開始工作 在工作座又再另外一遍 他這個形容喔 我看了以後 我是覺得這個 簡直就是魯素 就像我們現在魯素燈 強光照到他工作座 把它照亮了 你就可以 endopsa 他就可以看到他的工作的地方 給他的工具 咋去咋吧這些東西 好 這個地方 這個我這一頁這個中文 沒有寫完了 我們先把英文看完 因為我要換到下面 要解釋 他這個英文的地方 就像我有Circle圈起來 他說 這個就是endopsa 他說 I look and saw the growing red upon the table and the stone and the stairs 他就看到這些石板 他看到什麼呢 他跟主像 Oh I see tablets and their hue is blue 他們是藍色的 然後 藍色的這個這個光芒 As pure as the sky 像天空一樣的藍 很漂亮的藍 and I see a stylus As I have never seen before It stands unlike any reed and its tip shape like an eagle tail 他說 他就看到有一支像筆的 但是這個筆 跟他以前看到的就不一樣啊 Stellus看起來不一樣啊 他不是那種蘆葵草做的 不是像 不像以前 他熟悉人類在用的 一般的蘆葵草做的 他說這個筆尖 這個筆尖 跟這個鷹爪 那個立溝一樣的立 那我們待會會有別的圖來解釋 那主怎麼跟他講呢 And the voice said There are the tablets upon which you should inscribe my word 這些板石板 像天空一樣藍的石板 就是要讓你記錄我寫的 我講的話語 By my wish They have been cut off the finest lapis lazuli 什麼是lapis lazuli 我待會會會 下面的圖會跟你解釋 Each with two smooth faces provided 每一個石板兩面都會磨得很平滑 And the stylus you see is God's handiwork 這也是神的做出來的工具 It's handle made of electron And it's tip of divine crystal 所以他要寫 他用來寫的這支筆呢 是神族在用的工具 他的筆桿跟他的筆尖 不一樣的筆尖 是神族他們帶下來的crystal 是不屬於地球上的東西 他那個筆桿呢 是某種合金 某種合金 他們做的合金很輕 然後我們繼續看下面的綠色的畫線 What you should ingrate with it should be as easy as making upon wet clay 所以你用這個筆尖 在這個石板 這個像天空藍一樣的石板上面去 書寫的時候 就跟像你習慣的 用那個蘆維草的筆 來絲尼板上面來寫字 寫這個cuneiform 寫這個謝型文字 一樣的 你不會特別匯立 然後他講很清楚 In two columns You should inscribe the front face In two columns You should inscribe the back of each stone tablet 他說你每面只能寫兩行 每面寫兩行字 所以一個石板有正環兩面 等於是正面兩行字 背面兩行字 因為待會兒我們會稍微 我會稍微講一下 在接下來這本書的內容 每個石板就是一個像一個獨立章節 兩行字正面兩行字背面 四行字 怎麼有辦法告訴你這麼多的內容 這個以後我們會討論到 唯一能想像的是什麼 你要去了解 這個謝型文字本身 那很有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我能理解的最簡單的 就像你在看漫畫書 你看漫畫書的文字是不是很少 有些圖 有一些簡單的文字 那你看了圖 每一頁就這麼一些圖 一些簡單文字 可是你看了每個頁 每一頁的圖跟簡單文字 你就可以把這個很精彩 你這個漫畫書就像一個動畫片一樣 就在你腦子裡面就跑出來 是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我相信 謝型文字裡面這個組合出來的字 這些文字 它本身就是像一個漫畫書的圖畫 它裡面有數字有訊息 所以你一個字 就可以表達很多意思在裡頭 所以就像你在看漫畫書的圖畫一樣 所以它有辦法寫兩行的 一面寫兩行正反 兩面也才四行字 四行字它有辦法寄那麼多的內容 唯一我能夠理解大概就這麼回事 這也蠻有意思的很神奇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什麼是Lapis Lazuli呢 它是青金石 阿富汗現在產很多 在這個印度巴基斯坦的 西邊 就等於伊朗的旁邊 這已經很靠近兩河流域了 所以那一帶的山區 才很多青金石 這個是青金石石塊 你想像如果它被好好的磨光抛平 磨光 然後如果是挑特別好的石頭 特別美麗的石頭 那看起來就跟天空一樣的藍 不怎麼回事嗎 好神族 他們很分析地球上的這些青金石 不是鑽石不是黃金 他們最喜歡的地球上的這個礦物 就是青金石 我右邊拉了一個 這個圖是什麼地方 是Berlin 那個好像是叫Pegamon 這個博物館裡面 當年德國人 到這個伊拉克的境內 在那一帶他們挖的時候 Gilatel幫我弄出一個完整的一個 在巴比倫城故 巴比倫城的那個沙堆裡還挖出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挖出來是這樣 這個是經過他們整修 他們整修還原 他們也是根據文獻這些去還原 你看這個是一個城門 是在古巴比倫城的一個城門 這個城門叫做Ishtagate 那Ishtagate是個女神 這個我就不要再多講了 又離題了 你看這個城門本身 青金石是他們喜歡的石頭 他們喜愛的石頭 所以青金石的青藍色 也是他們喜歡的顏色 也是他們喜歡的顏色 那為什麼他們會喜歡青金石 我想心裡想有個道理 但是我碰到以後內容我們再講 現在先不講 那這個跟他身體 他們的身體特性有關 因為可能在他們的星球上面 完全沒有見過這種石頭 他們在地球上發現這個石頭 跟他們的什麼東西很像呢 跟他們眼球的顏色很像 他們的眼球就是blue eye 就是很漂亮的blue eye 所以他們看到青金石 他們會很喜歡 OK 好 我就講這麼多 好 那不是泥板 不是石板 是像皮膚般光滑的青金石板 雙面光滑 像皮膚般光滑 就摸起來很smooth 雙面光滑 每面只刻兩次 這我剛剛有解釋了 那用的筆 也不是竹筆 也不是蘆薇草精的筆 是用高科技合金做的筆桿 那這個筆桿的銳 那筆桿的銳程度跟鷹爪一樣 整支筆跟羽毛一樣的輕盈 它化入青金石板 就跟它化入絲尼一樣的容易 這個在前面的文字有提到 好 我們接下來看 下一頁 那他們就開始工作了 那主音棋在整個過程中 充滿了他的個人 他這個神自己的情緒 有Joy 有Pride 有Pain 有Agny in a Whisper or Strong Voice 所以他這個情緒裡面 他的語調 有時候很輕緩 有時候就 這個很 好像很憤怒 或很強力的這個語氣 結束的時候呢 還深深叹了一口氣 那這個是 當然整件事都 這些 主音棋要交代的事 他都已經 紀錄刻畫完了以後 最後這個attestation 他最後才寫 所以他才會總結會講這一句 那這個在左邊的這個 這個紅色的 這個內容 我發現了 你可以往左邊看 這我就不再多念了 那接下來呢 藍色的部分就說 主音棋最後讓Andapsa 拿出另一塊青青石板 寫下自己的證詞 這個也是主告訴他寫的 這個在藍色這裡 他說 Now take off another tablet And on it You should write your own attestation At the end thereof As a witness Mark it with the With your seal And take the tablet And put it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tablets In the divine chest OK 好這個地方我稍微講一下 所以他意思就是 主角說 好你把 我要你記錄的這些 十幾塊的這個 這個青青石板 你都寫好了 最後你寫一個你的證詞 放在一起 放在一個木箱子裡 這個重點 這個木箱 在將來 我們再接下去 綠色的字 在將來的某一時刻呢 一群被神選出 另外的人類呢 會找到這個 裝有青青石板 紀錄的一個 貼著金箔的木箱 這個木箱還elaborated 還這麼繪工 外面貼金箔 然後裡面 這個是木頭紙的 外面貼著金箔 很漂亮的一個木箱 裡面擺著青青石板 所以他跟你講得很清楚 你找到的是什麼東西 很清楚 從認識 從而認識到 我所交代的事蹟 主英記所交代的事蹟 一本名為 The Words of Lord Inky的書 會交代 這本就是裡面的事蹟 就是 他自己 其實主英記有幫這本書命名 The Words of Lord Inky 但是Sitchin學生叫他說 Lost Book of Inky 用主英記丟掉的書 被找到了 然後後來 Sitchin把它換譯成這個 把它換譯出來 用他的語氣 寫了厚厚的一本英文書 真的是厚厚的一本 沒想到 一塊石板寫兩面 一邊兩行 有辦法弄出一本這麼厚的英文書 這也是蠻有意思的 The Words of Lord Inky 所以 的書交代了過往跟未來 那好了 我們再來再來看 就簡單了 那這裡有一些比較青藍色的 我們待會會 在下幾頁會講到青藍色內容是什麼 它這個木頭是什麼呢 是一個Acacia的Woods 它是長在阿拉伯半島的一個青植的木料的樹種 所以這個木盒子呢 就是像這個Acacia Tree 這左下方的這棵樹 這很稀疏 因為那邊比較乾燥 你在這個沙漠地帶 就像我住的鳳凰城 這種沙漠地帶 它的植物的葉子都非常細 因為它不會流失水分 你如果葉子太粗 太大的那種比較回厚的 不容易生存 在沙漠不容易生存 所以它這個木質都比較輕 那台灣這個木板子 這個板子 沾板 是Acacia Tree的那個木頭做出來的 看起來就很像台灣的相似木的那個板子 比較輕質的 好像是怎麼回事 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 我這一頁我有把這個 剛剛前一頁的那個藍色的我這個地方 我把它解釋在這裡 因為前面那個寫不下 他這個主因奇說 再過七十年 人類會再回到 以律讀的舊 舊的這個地方 再重新建成 到時候呢 土地也可以再耕種糧食 人類也會有新舊王朝的交替 神族也會有世代交替 也會有老的神族的成員 有比較年輕的神的成員 來取代老的神的成員 因達撒呢 被主因奇任命為先知 主告訴他 你就是我的先知 我的代言人 你回去你的族人之間 要替神傳達這個 要 端端正正做人的 righteous的行為準則 就交代他 你回去告訴女族人 這個生活上的品 品性要端莊 要righteous 做人要按照規矩來 最後induptor再次被麻醉 醒來以後 他發現自己已經回到 Iridu城郊外 這個文章裡面寫的 他城郊外 那我猜他應該是三距離吧 他不會把他丟在那個 被輻射層 核爆層這個感染的這個層的外 四周圍吧 丟在那裡 那不是要害他上命嗎 所以我猜 雖然他認為是城郊外 應該是有一段距離 那山上應該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你這個 最後你有雨啊下雨啊什麼 你那些有輻射線的 那些對身體有害的程度 都會往山下洗下去 所以他們應該是比較 柱形比較高的這個地方 好這裡有綠色 綠色我剛剛已經講了 那綠色的文字很短 我能念一下 And then there was silence And the auras were extinguished And the spirit left me And when I regained my senses I was in the field outside 這個就講說 他要送他回去 要讓他離開這個隔離室 然後做完工作要送他回去 還是一樣把他先麻醉 先麻醉 然後帶上這個 這個小小的這個這個 飛行器 然後再把他帶回去 你從 就是從那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跟阿曼 這一代的再把他 飛把他送回去到這個 伊拉克南端這裡 今天伊拉克南端 這個就綠色這裡 那紅色這一段 那紅色這一段比較有意思 紅色這一段 And in the end There will be a new earth And a new heaven For prophets There will be no need No more need 所以說最終 這個神的意願 最終他說 會有一個新的地球 新的天 新天新地 這麼回事 那地球上就不需要再有Prophet 不需要再有先知 神就不需要 沒有必要透過先知 來跟人類溝通 如果你是基督教徒 因為你的相信 你的宗教裡面去教你 就說 我們信基督的話 就不用經過像天主教一樣 你還有神父 還有這個 一個hierarchy 有一個架構 有一個 有一個 范特綱這個 教皇這個架構 來 藉於人跟神之間 你直接就可以在禱告裡跟神溝通 它是這個意思嗎 你不曉得 所以這個地方 我用紅色的字我就寫了 And in the end I dare you to think 我就告訴你說 你好好想一想 最後你想一想 他講這個新天新地 到底是什麼意思 神不必再依賴先知跟人類溝通 你往好住想 就是類似我們現在生活中 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透過Player跟神溝通 透過你的禱告詞跟神溝通 或者是更好的 神主會返回地球跟人類一起生活 就像四千多年前 五千多年前 或更早之前 人活的地方 是有神存在的 是一個會行走 會吃東西 你看得到好像 你可能摸不著 因為一般人沒有辦法晉升 那至少 你住的天 會有神在那裡 如果你想像 你今天你住的周圍 有一個神在那裡 你的行為準則會是怎麼樣 你敢做壞事嗎 你敢存歹念嗎 你心中會有歹念嗎 好 這個好處想 壞處想呢 這個人類還會存在地球嗎 你回頭去想那個 Ouroboros 那個 鮮味蛇那個概念 人類還會存在地球嗎 怎麼開始怎麼結束 我這個 你如果往害處想的話 就太恐怖了 地球還會存在嗎 先天先地 好 OK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這個浪費時間來聽這個 那以後我逮到機會 我希望 我有時間的話 我會再一步一步 下來一個一個tablet 這樣來做 做這個 我們一起把這本書看完 OK 謝謝